食物链中只要有一环的数量太多或是太少 都会影响自然平衡 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本身无独但是杀伤力强大的缅甸巨蟒 过去一个世纪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 大量的繁殖 猎食动物 导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 当地政府只好出动猎人团 追捕这些巨蟒 漂亮的斑纹 粗壮的身形 它就是世界上十大巨型蟒蛇之一 缅甸巨蟒 长度从一米到三米以上 迷人的外形 曾经让它成为很多人的宠物 从东南亚带到遥远的美国佛罗里达州 但是不负责任的主人 在巨蟒形成之后 因为害怕而直接把它们遗弃在荒野 没想到一个世纪以后 东部城市劳德戴尔堡的大沼泽地 竟然成了大量缅甸巨蟒的地盘 杀伤力强大的缅甸巨蟒会在夜里猎食大量的动物 比如猫狗 老鼠 兔子 甚至是牛羊和小鳄鱼 都逃不过它们的稻沟型大牙 让当地生态严重失衡 当地政府两年前被迫启动猎捕行动 派遣25名猎人入夜后捕捉缅甸巨蟒 再送到中心安乐死 猎人指出缅甸巨蟒一次会产下至少30个蛋 几乎所有都会孵化成蛇 可想而知繁殖能力有多强 如果不猎捕 控制巨蟒的数量 到时候不只是生态系统大受破坏 人类都会深受威胁 但是追根究底 到底是缅甸巨蟒造成的祸 还是人类犯下的错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